是那个蓝渊在书房里来回走 然后胡王在那里说他怎么还不走 然后结果很多人告诉我 那一段听了都想睡着 你的萌典很奇怪和大家不太合 嗯 那那那接下来就是小统呢 最喜欢的一场戏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那你就来要吧 嗯 然后 然后最喜欢的也应该是这段吧 可是很多人说觉得这段太清水了 清水才梦啊脑袍才梦啊 走吧这样 那那个小统呢 我也可以做很荣荡啊 肉体的撞基因和水声谁不会啊 小绞呢 我应该是四期那个从你笑到哭那一段吧 那一段我觉得最猛 然后 头上 嗯 我 那个 就是好像是有一个 嗯 就是二太子有一句话 就是我还觉得挺难的 就是是什么 是第一期里面的吗 就是说 怎么就没了分寸了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我怎么记得好像是二太子 就是说 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他好像 就是之前就没怎么然后后来怎么做 对对了 所以他好像怎么就没了分寸了 怎么怎么管不住自己的腿啊 不是那样 对对对对 哦 对对对 那点是二太子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情节还就是这个感觉 就感觉还蛮嗯 焦躁 对对对 就是好像有一种情绪上的转变嘛 就是之前是那种好像比较那个 好像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好像是有动了感情在里面 那那然后呢 印象最深的一场戏 我好像只有一场戏 那只有只有那个 其实其实那个地方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不是就是我就是后面那个 就是就是那个猜那个花灯嘛 对他写上了写那个名 就写的是那个二太子 然后就不肯承认那种 别扭的那种感觉 也就觉得还蛮萌的吧 嗯 小正呢 哇 啊 呃 呃 我说第二期 胡王出场 忘了吧 很多人都猛这一集啊 很多人都猛这一集 好吧我们 我可以我可以要求柯姑娘来 来那个现场这一集 可以可以 大家可以 这个哈哈哈 大家会坏灭的 来吧来吧 忘了吧 就是那个我没配过 所以说不太了解那一句的感觉啊 你可以用你的理解 不一定需要那个感觉 你也可以用那个 就是铭记的那个感觉 你懂吗 我知道了 最用铭记的声音 对对对 只要以你最喜欢 那种感觉就可以了 最喜欢的吗 嗯 可以用铭记的口吻来说吗 可以可以可以 放个棒 哇塞 好爱意啊那女人呐 爱意啊 哇 她从始至终走的少女路线 这个好像有种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夜情过后 哈哈哈 那实际 感觉就那种夜情完了之后 我做成红 然后点个烟 然后跟人家说 忘了我 哈哈哈 完了前两只后忘了我 这不是那个 这不是什么吗 那个歌叫什么来着 夜狼王啊什么的 我突然看到 我突然看到我那个朋友的签名 还有什么 就是有首歌什么的 那一眼一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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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那那个小石头呢 觉得这个问题 吃啊 石啊 石头仔 啊石头 石头 那就先让那谁回答 那个他妈啊他妈进来了 让那个谁小哥小哥你来先 哦他回答完了 你回答了最喜欢的 最最喜欢的吗 我最喜欢的很多呀 那当然还有你最喜欢的 可是都很喜欢 那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吗 印象最深刻的也很多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去每一期都会 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总会有那么几个 几个部分来给我就是说 让我很欲罢不能 就是说 二十期的时候嘛 我很忙二十期的那个结尾跟那个 那你就来要吧 因为就是说当时听一期听的比较 感觉很很很很急躁 然后二十期终于出来一个 那你就来要吧 我想我终于终于滚到一块去了 然后 然后二十期的那个结尾我感觉 嗯嗯 嗯二十期的结尾是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那种风格 然后再就是说那个跟那个 P&H那个衔接感觉很连贯 然后 三期应该是最后那一段 三期最后那段实在是就是说 反正给我虐到了 那个地方我是虐到了 然后四期 四期我比较喜欢的是 前面前面就是说 二台子跟胡旺的对话 因为那一段的时候 我P&H的时候 也是很注重那个地方 就是说所以说我 那一段就是我 我脑子里很很很很很凄美 然后再再就是那个轮回台 嗯 我记得好像是轮回台 第一次就是说 红线拿第一次给我听的时候 我就已经内扭了 然后我就各种贵求 我说把这BGM给我吧 我感觉他那个 下来吧那地方 我感觉他做的非常细 就是说在那个下来吧里面 还穿插那种很阴隐色的那种笑 对对对对 那个笑说是天上的备录 就是那种很低深的笑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个 到最后那个二台子那个放肆 然后紧接着就是说 就跟出来那个场景感觉 哎呀就是感觉很有场景感 那个地方 嗯 好了那 接下来就是 我看啊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 鬼故全局 对自己的表现 还有啥子遗憾不 整个来说还有什么遗憾吗 你们这可以自由繁衍啊 这个这个 反正我一个最遗憾的就是说 四期前面那一段 我还愿意要说我自己遗憾 就是没能蹭第一期还是 哈哈哈哈 那那不至于 那那我是自虐了我 我就感觉那个四期前面那一段 我感觉自己配的不够虐 嗯 我可以就是说把二太子虐得更惨一点的 嗯 嗯 对 嗯 我自己 就是这个 嗯 现在回顾的话 就觉得 一起吧 一起 现在听起来一起 惨不成毒 有点 哎 本来也是两年前的东西了 多的稍稍会有遗憾 嗯 嗯 嗯 好 你也切出来了吗 已经 哦 再贴一次吧 唐白好多次哦 是啊 唐白是谁啊 咳 像是他 嗯 二太子 您真是好福气啊 好福气 法应也解了 天地的气也消了 天上地下 再没有比您更逍遥的人了 是啊是啊 難怪二太子 魂光满面呢 可不是 您可是风云得意啊 风云得意 二太子把一把荆棘浴滚苗金水 苗金山水扇扇的风流欲注 抱得美人归的二太子笑的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人钱有的他来猖狂 一回到了湖王府 那湖王黎青摆一个冷冷的脸色 那个谁就只能郁闷的发着门框长虚短叹 李青 不瞧 有人吃饱了撑的从大老远 从大老远 从大老远 不对 这点强 我觉得不要钱了 不瞧 有人吃饱了撑的大老远 从房间赶来喝茶客瓜子 顺带看好戏 人们便道 这时节兽族有三大喜事 一是湖王秦威家的少主满岁了 二是 二是狼王默孝家的太子满月了 三便是湖王黎青家的小主子 嗯 回家了 没错 不但带着他的小书生回来了 身后 身后 居然还拖 身后 居然还拖了个拖油瓶 你就是那个二孩子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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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哎呦 哎呦 我紧张 摸臭 别紧张 好吧 这几段都强了 不强 就算果然开始前面都很好 嗯 哎 你不是那个二太子蓝鸢啊 李洛说你背了一身的风流战呢 夹着他那双大眼睛装出一副童颜无忌的样子 再看看站在他身后笑得要多灿烂有多灿烂的李洛 蓝鸢敢用他一试轻拧打赌 那一定是他挑唆的 可黎青却对这孩子喜欢得很 不但立他做了糊涂的少主 还时常把他带在身边叫道 每每看见的小鬼在黎青面 每每看见的小鬼在黎青怀里冲他半鬼脸 蓝鸢就气得牙痒痒 那小鬼有什么好 见牙立直的 哪有一点小孩子的样子 收养他的是迪洛 凭什么就要我们身边 胡族总要有个处 胡族总要有个处境 不理他 难道你能给我生一个 我要能生就好了 却不知道是被哪个碎嘴给听到了 第二天天上地下 不管是有耳朵的还是没耳朵的 都知道天界二太子兰渊 要给胡族黎青生个儿子 狼王莫笑 忙不迭送来一大锅 红枣银耳联子羹 掀开盖时 现在还是热的 胡族轻微也够意思 找人抬来一口大木箱 开着大箱子 在打开里面的小箱子 一口一口的小箱子 也不知道开了几口 总算露出里面的东西 却是一块叠得厚厚的白布头 来人有模有样的模仿着秦威说话的调子 生孩子疼得很 要是忍不住你就咬着 千万别喊得太大声 被别人听到了没面子的 小四们把热腾腾的红枣银耳莲子羹摆上桌 就把大箱子抬进了屋 李洛笑的直拍桌子 管儿的小鬼干脆在地上打起了滚 就连李洛家好脾气的书呆子 也是一脸憋笑的表情 南渊捏着那块白布头 吃得咬碎一口白牙 李青也来凑热闹 成一碗莲子羹送到他嘴边 灿金的眼瞳里 一片狐狸样的诡异笑意 来快吃了吧 他们都等着你生呢 闲来跟莫笑他们聊天 两位兽王一人抱一个儿子逗弄 开口闭口的 我家兰芝说 我家彩玲说 瞧瞧你们 从前多威风霸道的人 现在要多没出息有多没出息 还狼王和虎王呢 靠了兰芝和彩玲 倒是兰芝和彩玲 乖得跟小猫死的 真没出息 没出息 在凡间 这叫怕老怕 真没出息 就是 本太子 怎么就认识了你们这两个家伙 当年是谁说的 娶了媳妇照样花天酒地 现在别说是娶妾 别说是娶妾 兰芝和彩玲 说要往东 你们连西边都不知道 你们连西边在哪都不知道了 你也别说我们 你自己呢 那我怎么了 本太子不打野时 是因为除了黎青 我谁也看不上 哼 说得好听 大人说话 小孩子不许穿嘴 那我们独立吧如何 好 本太子便奉陪到底 那就这么定了 若你输了 二太子就算生不出来 也得办一回女人怀孕生产的样子 有意思 若你们输了 你们也得办一回 白不投 可莲子缸我倒还留着呢 到时候一定双倍奉上 赌什么呢 不难 我爱你 你讨厌我也是 爱不爱我 爱 就这么简单 只要你和黎青也在我们面前 来上一回 便算你赢 二太子长吗 我不敢 一边去 本太子奉陪到底 好 那便三日后再见 说实话 我们还真不幸 你能把黎青压在下面 你也心中了吧 什么 这不是那个呀 王从来没跟你说过吧 输定了 我这就让元宝和银俩准备热水 听说啊 生孩子要很多热水呢 既然要办 当然是要办得像 你说是吧 我跟长老们说 让他们都来看你生孩子 还有黎青姐姐赤脚大先 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都掉了 怎么了 我爱你 嗯 嗯 哇 西克啊 不用给贵府的少主们换掉布了 偷偷的跑出来的吧 小心被兰芝和彩灵知道了 不让你们进门 你不用这么挖苦我们 我们是来找黎青的 红王府又不是你做主 你扎护什么 你 嗯 二位有事 许舅 前两天没事翻出了这么幅画 就拿来给你看一看 这是 不认识了 这是雪族啊 天生一身好皮囊 二太子不是从前有位故人就是雪族吗 这么回事啊 是你的老乡好呢 小孩子一边去 过去的事 不提也罢 你信我 信 说你们没出息就是没出息 看到了 你们生孩子的样子 本太子是看定 还不快回去让老婆把东西准备起来 小心 小小心到时候来不及 难产了 雷云 今晚 你自己睡 哈哈哈哈 笨 信不信是一回事 在不在乎可是另一回事 哈哈 两天后我们再来 二太子可要让他消气 不然 不然 就要成为全天下的笑话了 男人在门外说 黎青 你要相信我 我是真心对你的 黎青在门外 黎青在门内淡淡的道 我信 黎青 我那时混着 胡来 以后我绝对不会了 哦 黎青 让我进屋吧 外面冷了 我不行了 咱咱咱咱咱咱咱 不行 黎青 多少年前的事了 你怎么还在乎啊 隔天天上地下有耳朵没耳朵又都知道了 二太子蓝渊被狐王倪清提下了床赶出了门 真想看看蓝渊生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到最后是你半生孩子 你就别进房了 不会不会 就他那点风流债 倪清能咽得下这口气才怪 就算咽得下 倪清的性子我还能不知道 怎么可能当众说出那种话 哼 我看他以后还敢得意 转眼三天 莫孝和秦渊一早就赶到了狐王府 哎呦 这么早就来了 如何 还在生气呢 硬都不许他谨慎 几日不被允许进房的太子 有 几日不被允许进房的太子显得有些憔悴 莫兰的眼中透着忧郁的神情 倪清开起头 金色的眼对上他的铜 一时周围的人也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我爱你 我 我也爱你 什么 什么家 服不服 管儿在记事本中认真地写道 先生说 玉雄长不可兼得 狼王虎王一走 那个并不怎么样的太子就跪在了王的书房前 听说啊 王要让他跪一切呢 活该 谁让他死要面子 先生说 五十步 削一百步 是不好看的 是不好的 我看他根本是两百步削一百步 更不好 活该 王说 打赌是不好的事 要我不要向他学 我才不会向他学呢 哼 其实 还有最后一行小到几乎看不见的字 其实 王自己也很想看 狼王和虎王扮女人生孩子 好二啊 哎呀 好二啊 好二啊 别说吧 11点了 已经 那早点睡 大家明天还有要上班 上学的 哎 有吗 有 有 谁啊 我放假了 客户要是90号吗 你想知道吗 那 我们一边猜 没没 我年龄已经完成了 包括我的照片 我照片已经完成了 我说怎么现在那么多人 看说你美人呢 大家都喜欢这种视觉系的 哎 我谁谁视觉系的 我我我真 那那那黑眼圈 是我熬一熬出来的 真不说话的 放心 好 行了 过来吧 大家晚安 我压死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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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小青 我是小正 首先祝你生日快乐 不知不觉中呢 认识你也有将近五个年头了 在这五年里呢 我们一起为我们所喜爱的配音 一起痴迷 疯狂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呢 我们还可以一起加油 努力 一起来守护和维护这个 我们喜爱的领域 总之一句话 祝你生日快乐 天天开心 阿清新大受快乐呀 春节快到了 顺便祝你虎年吉祥 大吉大利 二太子生日快乐 嗯好吧 其实你是最猛的 我是猛特 二太子生日快乐 然后这么长时间都辛苦了 然后不知道说什么 跟你告白一下吧 我还是很模拟的 假象生日快乐 能面拜个早年 新年快乐 虽然狐王换了一代又一代 但是你一直都是我不变的嫂子 嫂子 今年生日要比去年快乐呀 我是是困困 不论是 顽固里的二太子 还是 不分魔不成火里的 叶老师 总是能给我们带来 听觉上的豪华大餐 在这里祝 叶老师 生日快乐 假象君永远开心